好,接著是下一套,就是一個眉褲,花頭是好褲番的,正常啦,第一套,Keep it a Boku 應該是金貴驚喜之作啦,雖然開始大家都看到只有男人,沒有什麼女人,就以為這套是褲 對,人們就退了太多 其實這套話說褲就不算褲,又是開玩笑,但實際上它比較接近日常男子高校生的日常 對,沒錯,青春劇,很熟悉的,宣傳,雖然宣傳下跪 那它就承接新花這麼說,主要是4加1,加了一個有轉學生 有其兄弟,跟著有個眼鏡男,就是魏良,跟著有個外國回來的轉學生 對,前學,主要是五個男子組成在中學發生一些奇怪的神秘 也不是奇怪的,只是發癡事 可以說,是發癡,即是很日常的東西,但你又覺得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還有有些很搞笑 它跟其他日常劇不同,就是,不要說動畫是日常 就像之前Lakistat有好那些,它就比較偏向了一些溫情場面 雖然說搞成搞笑,但有些小位,它可能會爬回一些比較正經的感人位 都會的,你會看到他們五個,應該說四個先,不算千學 其實他們四個是幼稚園已經認識的,即是認識到… 青梅竹馬 對,青梅竹馬 很少渴到現在還這麼好 對,還這麼好感情 其實青梅竹馬 其實青梅竹馬 都跟幼稚,都有一些淵源 在小時候,所以其實 後來他加入了五個,裡面 其實又有點… 變了大家的感情 或者友情 看起來是很… 怎麼說呢 很開心 其實他整套都很青春 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有點殘忍 通常你這些劇,要是標榜著很熱血的 或者又… 他很輕鬆 或者又講愛情 要是愛情,要是很熱血的 但你這套來說,其實你可以說是很平淡的 但你平淡得來,你是看到他每一個故事 都有一些其實很特別的地方 即是不是說… 即是你說愛情其實都有… 有講 只不過就不會說… 講太多在裡面的 因為你主要都是… 其實講他們五個那個… 成長 可以說成長 經歷這樣 這樣 變了你會一路看下去 可能都會有少少共鳴的 其實自己都 共鳴是甚麼意思 有些人太kind了 他們不會做些共鳴的事 你都會笑一笑 不是喔 我們以前青春就是做一些卡的事 對 你這麼說,有自己的就是 因為可能他們回到以前說 現在的事物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共鳴這個人 我共鳴感很強 看個人 平時他們畫漫畫 影影機都不會用 都是沒有共鳴的 就是拿來搞笑 是小事 但他基本上 以前都是做一些傻事 大家笑一下、聊一下 對 這些就是以前經過的青春 嗯 還有 也可以說 他們 雖然表面看上去好像他們嘻嘻嘻 但其實他們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 基本上 我自己也看了漫畫 其實 因為他也是改編漫畫的 他這套動畫 因為他動畫 因為他動畫 都算是跟著原著來改編 只不過有些地方或者那個次序有些不同的故事 還有可能他有些故事 譬如在漫畫裏面 他分了兩個故事 就跟著一個故事做的 在動畫裏面 但他又做得很好 即是他又可以說 很合適到那兩個故事 即是 慢慢的故事 合適到 是可以合適到一個故事來做 那我比較 要在意他 有些貓直出場 對 貓 可能坐在頭身上來 其實看不明白 但看得多就發覺 其實是他們的動作 其實是他們的動作 暗示了他們的行動 描寫 例如介紹小春的寫不出場 哪隻貓第一 嚕一下 你大概感覺到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樣 還有漫畫裏 也是 即是他們畫漫畫 最後是眼鏡君 小耀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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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出眼鏡 他那一幅很經典的漫畫 當他們看的時候 都有幾隻貓貓的表情 都做了出來 其實是等於他們幾個的表情 即是他一方面 可能正經常畫四個人的表情 但問題是 他跟貓代替的話 會有些喜感 會是 嗯嗯 是啊 不過在漫畫裏面 貓貓就比較少 反而動畫就會多些 用貓貓來做一個 即是類似是 來 鑑場 對 鑑場 有分別 因為小漫畫 其實他的篇覆不用太長 就是 很奇怪 但動畫本身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他可能要緩衝鑑場 那他再加多些貓貓 反而會有些適當的調動力 會是好一點的 是啊 而且我也想說一下他的配樂 或者是歌 即是他裏面的配樂 都很match到那套動畫 那套風格 對 即是真的比較輕鬆 很輕鬆的來表達 有些感受他做得到 他那些噹噹噹噹 即是他 尹揚的那套奏之後 會想起 有些身上會沉重一點 有些表現真的不錯 還有我自己也很喜歡 有一集是說 猶太 即是 孖山子弟的哥哥 講他 有個女同學向告白 那一集其實我也很喜歡 他的結尾 即是用一首歌 開放式 是的 即是他 即是我很喜歡 他用那個表達的手法 因為你漫畫是看不到的 因為你沒有音樂來襯服的 但你在動畫上 他又用一首歌 來講那個情節 我覺得那個音樂很棒 那一集之後 我對猶太的好感都升了不少 這麼厲害 你之前不喜歡他嗎 之前覺得沒什麼特別 因為他很少說話 對 很少說他的話 應該可以這樣說 原來他這麼好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 這麼溫柔 我自己也有數過 很無聊 數過 他做了十三集 其實你是有些牽涉的 即是你看他結尾那首歌 即每一幅插圖 你會看到他有牽涉 在那一集集中是說哪一個角色 其實我自己很無聊地 數回到十三集裡面 其實說他哥哥 即是猶太 一兩集 其實只有一集 反而說小妖 柚希 或者千可 就會比較多些 小春其實都是少 但沒有猶太太 多 即是他到處都有出來 但就不太著重說他 對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覺得他的角色 不太重要 但其實 在他們五個來說 其實他是一個 Leader的角色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種 一個Fusion 對 可以這樣說 即是解決問題 小妖當然 小妖當然 小妖就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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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就是 小妖會黏著 小妖就黏著 可能有什麼都會跟猶太說 他們是同一個社團 其實他們兩個 另外千可 千可 雖然就黏著 有氣多些 因為始終他們是朋友 其實小時候已經認識 所以正常都會黏著有氣多些 另外小妖我覺得她的角色比較被人玩 其實她是很正經的 因為她太正經了 經常被人玩 當她遇到千學或有希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暴躁 當然如果有希有時會說一些說話 那哥哥也會附影一齊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 好像相聲一樣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套動畫 你終於買一堆東西回家 沒有一堆 除了我們五個男主角 其實配角也有不錯的拍揮 第一個應該是 少少暗暖中 但她暗暖中小春的名字 馬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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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學生 其實她出場也挺適合 第二集已經出場了 通常動畫都看得出 每個人都看得出她喜歡小春 馬沙奇 還有小春又比較遲鈍 因為小春實在太治癒了 她基本上對每個人都這麼好 而且我覺得馬沙奇 是唯一一個女角色 又說明顯 小春是女主角 小春是女主角 一半 可以這樣想 我覺得馬沙奇 其實她們四個 不算是千學 千學本身已經喜歡她 看到猶太 又欺 小耀 其實都很關心馬沙奇 當她是妹妹 可以這樣說 因為始終馬沙奇 最初的性格比較挖強 又不喜歡跟結交朋友 超好嬌 喜歡一個人 但其實 後來她們看到馬沙奇的轉變 其實她們的心 都看得到很開心 第二位 第二位當然是 高橋 高橋 跟大哥 一集 不過 這個我想說一說 初來看OP 大家可以看到 有幾個角色在最面上 這個不是男人嗎 你先說誰 高橋 高橋 女 因為她的樣子 後面會說 短髮 畫風 太神奇 她的男人比女 因為她的樣子比較普通 是普通 不是美女 她又不拍下半身 她是男人 那我又沒有 一看一看她是女 我可以驗一下眼 當然另外 當然你說有沒有後續 那其實 第二季 怎樣說呢 你有沒有後續 其實看她 肯不肯寫下去 基本上 很不適合我 那時候連同文都不宜我 愛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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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另外 有個角色就是 小春的弟弟 冬雪 冬雪 這個是大爆 前面說到美化都說 她都是小春的樣子 我已經聽到 已經有問題了 尤其是出了 遊戲的兄弟的口 一定有問題 果然沒錯 我們被人玩了 有個爆點 他們見過的 當然知道 只有千涵沒有見過 千涵被人玩了 那我有 還有她很神奇的 兩兄弟 叫我兩兄弟 啊 小春呢 上面有兩個姐姐 下一個弟弟 我這句 我爽邪了 大家不明白就算了 不明白就算了 噢 那她弟弟 跟她的髮型相差很遠 她的樣子都不一樣 她的樣子都不一樣 那我就問到一個 懷疑是 應該同父異母 還是同母異母 其實是基因特別 沒見過她的家人 是小春基因特別 可能是小春基因特別 可能是小春基因特別 像媽媽 對 像媽媽 像爸爸 都很像後 就是 那個哥哥 還有那個弟弟 那是好色一點的 什麼好色 她放閃 沒有的 這些是後天培養 沒有關係的 很囂張的 哎呀 你們沒有女朋友的 真的我想回答 你們不知道什麼 其實是吉仲理痛處 是嗎 不知道呢 不過其實 那個弟弟 那個叫什麼 冬雪 冬雪其實都比較典型的男生 對 蔡中山 其實這裏整套都是很青春期的 我自然覺得 其實這套 只是把那些全部的男主角 全換成 原本的女角色 原本的女角色 全換成男角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蘭西斯特的男性版 那又不會是蘭西斯特的男性版 那又不會是蘭西斯特那麼毒 那又不會是蘭西斯特那麼毒 那又沒有那麼毒 但如果全換成女角 就會變得很多肉 不會 不會給她看她的手段 我會覺得這套 其實好像是傾向於少女動畫 如果男的看 當然女都會有些共鳴 有時候她的笑男心事 她的笑男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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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的 但始終女性對這方面 對感情 對這些東西 是敏感一點的 那女的觀眾 看下去就會覺得 投入一點 好像說 好看一點 有些感覺 那你說要撐著男的看 看著 看著 既然見智 那些人會覺得悶 那倒是 但我覺得我挺喜歡這套 很有共鳴 其實是挺有趣的 就是那句 無論你二十歲三十歲 都好 那你總會經過那個時期 除非你很奇形 除非你真的很奇形 除非你真的很奇形 那些說 我的學校沒有女生 那我就好得說 對不對 都會有這樣的特例 但其實都不是特例很多 那種感覺都會有一點的 多多一點 所以 當然 都是看那件事 就是你本身的人 對那個感情的敏感 這件事 不喜歡見人見自己 還有 還有我也覺得 他幾突出 他五個角色的角色 其實都幾突出 他都有 有個性 有個性 其實他們五個都 其實他還要是 弄得鮮明一點 因為他這五個角色 根本就是代替了 整群人 其實如果你是觀眾 你要代替他的 五個角色 你代替誰呢 就是最近的一個 正常代替 所以其實他五個角色 一定要是很鮮明 有完全不同的分別 你一看就看得出 那些人就會覺得 總會有一個是 跟自己有些近的 對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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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跟自己好像很相似 對 對 對 是伯母 剛剛說 對 笗 對 其實我認為 還有什麼 不過一個問題 一個內斂一點 哥哥是內斂一點 弟弟是溫厚一點 又太溫厚一點 哥哥是比較成熟一點 一個條件好一點 應該說弟弟比較依賴 始終弟弟的依賴性會比較強 因為他很依賴哥哥 而且有時候喜歡撒哥哥 而且他的性格 類似 你看他出場 他吊著他死褲眼就知道 而且又不肯參加社團 你打籃球 有鼻球 原來很厲害 最初的動作是怎樣 心藏不露 他心藏不露 因為哥哥才知道 後來他幫忙漫畫 經常說漫畫 都叫正常的社交 你不覺得那些男人都是平時 很若雞 爆色其實超厲害的 不是很帥嗎 他現在不是若雞 只是不跟他打 無心亂戰 你看其中一集說 那個學弟畫漫畫 用柔希來做一個主角 阿小出面做女之角 連學弟都覺得 開頭很Hero 但是其實 很厲害的 好奇他都說他是他的Hero 也是的 只不過不是大家想的那種Hero 就是另一種Hero 那些邪眼出西絲 很難說的 可能有過度美化的 我聽到什麼邪眼出西絲 情人眼出西絲 OK好 阿學弟又比較純不純帶去 阿學弟又比較純帶去 比較少的是四眼老師的朋友 說得少了 如果他出了音樂 有二季可能會過一講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二季的情況 其實真的有點浪費 因為漫畫裏面 也有一個部分 也有講回 阿東先生 阿東老師 和他的朋友Akila 兩個人 其實兩個人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隊才是 最負的那隊 其實是 只不過他的動畫 沒有什麼描寫 是不是太負 所以不大 連阿東老師 到現在都沒有女朋友 都是因為Akila的關係 你覺得這樣 就真的等待鬼的世界人 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是Akila的關係 有些劇透就不說了 那總的言 我覺得這部影片 以JC近年來 他不會特別 自己改劇本的情況下 變得非常好的 是一部影片 不是喔 我覺得JC做這些 做得不錯 對做這些 好像來之前 Kimito 夜田妹的部影片 也是不錯 羅德妹 羅德妹 還有好像 而且 好像 他不要亂說 其實不是 JC是做一些感情戲 是好一點的 他反而做這些比較 他不粉碎劇本就OK了 即是不要亂說話 即是他不粉碎劇本就OK了 你照做的話 其實也很難的 還有他始終有個原著 有個漫畫給他改編 即是他改編 即是他改編得不錯 他這個 至少你又不會說 有些加東西 減東西 還有 還有 他氣氛做得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 CV都OK 他的CV 最後 他通常每一集 最終會 有個人說 總結 這集說的 即是他不是很直接說的 他很間接說出來 就會有一種青春清潔的味道 因為他本身這套東西 他除了說劇情 你要是更加速 一定會有保證之外 還有氣氛 即是你所說 其實這些 你其他觀眾看上去 很大部分都覺得 有些回憶的感覺 所以如果他最終 每一集的最尾 就像你所說 他回顧今集大家講過些什麼 其實是跟本身觀眾看的東西 是共鳴 是從業了 即是那個感覺 又會是 加強的 所以其實他都是機巧的 他這樣做 都是有他本身的用意 所以我都贊同一件事 他本身的氣氛 其實是難練得不錯 因為如果你難練得不好 其實老實說 劇本就算是很足夠做 你要發課 你會搞得入 一年前也會自然 他又不是算狗血 他不會狗血 他不會直接說出來 直接說出來就會很 很死 很表面 狗血 給觀眾自己想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或者裡面的感情是什麼 給他們自己做 就不是一至二個 全給你 即是那些關鍵位 好像薛祝都喜歡 哪個那個 那個 薩奇 他不會點名 他自己也不會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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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觀眾是病的 如果點名就太狗血了 太假了 現實上也不會說得那麼明顯 哈哈 即是他會在那些地方 自己停一停 等你自己想 但平時一些簡單的主子 他會自己割出來 這個地方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有一集都說 說回眼鏡君 為什麼什麼時候戴眼鏡呢 那一集 其實 你會看得出 他是用一個回憶 來說回 他什麼時候戴眼鏡 而且他自己也不太記得 是什麼時候戴眼鏡 那一部份是笑的 但其實 你再看深一層 其實遊戲都 怎麼說呢 反而你當時人 可能有些記憶 可能不記得 但反而你身邊的朋友 會記得 即是你會有這種感覺 即是他也會注重這個朋友 對 不過他喜歡玩他 對 即是用他來笑 對 人家小時候 有自己喜歡的老師 見到現在 那時候 我小時候很慘 人家小時候很大 我小時候很大 刺爆那個不是他 刺爆那個彈蟹 最後 小春是不小心的 他是不小心的 他只是不小心的 那沒辦法 遇到一個死小孩 跟他小時候 很像 對不對 還有我也覺得 他兩個OP歌 這些歌都好聽 對 我覺得這些結尾更好 結尾更好 結尾更加 你會聽起來很新人 尤其他每一次 不同的劇情 用過不同的插圖 比較多的感情 對 所以 銜接到結果的余韻 是不錯的 對 所以我不是說 他在結尾看插圖 你就看到他的故事 其實是 在說哪個角色 那個故事 即是我自己很無聊 數數著 就發現到這件事 很厲害 我回復你 總之來說 這套是今季的 金碼 金碼 尤其因為他之後 會做二季 我推薦各位 真的可以補回 看一套 不會浪費你時間 不會 至少你每集 我覺得過得很快 因為他真的很輕鬆 雷超巴琴那隻 輕輕鬆鬆 笑 他每集都好笑 人們說好笑 但起碼每集都有個笑點 你不會覺得悶難 好的 這只會不會一場 不會想過 下一個 buffet 後來 就會回去 下一個 當然 對 其你 一見 滿足的 貴殼 也是 有 英雄 可以 非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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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